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是几乎是每一次都到 那么也看到很多心面孔 看来我们这个讲座 我们各位讲者的这个报告 还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和欢迎 那么今天我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讲者高华教授的一些情况 高华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曾经当过八年的工人 是文革结束以后的 我们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 基本上都是在南京大学 接受他的这个历史学的教育 那么现在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这个 这个坚韧的或者课作的这个职位 高华教授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著名学者 那么除了大家上次我们已经讲过的 他对文化大革命 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之外 他的研究还包括历史人物 比方说像孙科 宋美龄 毛泽东 胡神等等 那么也包括一些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 比如说 苏IP团事件 南京政府 抗日战争 台湾史 那么大跃进 人民公社 三年困难时期 四星运动等等 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这个 身份和差异 讨论1949年到1965年的 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大家知道在内地研究中国现当代史 就算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用一位行家的话说 付出的努力和心酸 是常人难以想象 就是最简单的史料来说 收集难度也是非常大 比方说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 这个事件对于中国当代史 对于我们的历史进程影响非常大 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所感受到那种冲击 那种彷徨 那种震惊 到现在仍然难忘 这个事件对文化大革命 以及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产生了很大的颠覆和解构的作用 但对于这个事件的起因 经过 结果 仍然有无穷的疑点 到了今天 很多问题仍然是迷雾重重 破碎迷零 那么我们相信今天高华教授的再探 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精彩的启示 谢谢 谢谢 谢谢吕教授 也谢谢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第二次在这儿 上个星期我讲了文革的发动 那么今天讲林彪事件 其实我也不能说 我就把这个事情都已经解释清楚 或者我自己都非常清楚了 我这上面写到 我们知道这个林彪事件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对当时的中国和以后的中国 都产生了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个事情 从1971年的9月开始 当时的中国官方就已经开始发布一些文件 提供对林彪事件的解释 那么至今呢 有关这个事件的一些详细的 更全面的档案 到今天还没有开放 还没有开放 所以我这里今天说了 关于这个飞机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怎么下来的 就是是自己下来的呢 还是被打下来的等等 有无穷的疑问 但是我真的 对不起要先告诉各位 我也不知情 也不清楚的 为什么呢 有关的这种材料还没有开放 也许对那个飞机事件的具体情况 可能还要有待于将来的那些材料开放以后 才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解释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希望我是对这个林彪事件能有一个再的考 一个新的考察 那么所谓一个 一个再考察 一个再探索 无非是 我希望是从历史的这个 比较长的一个时段 来看这个事件 也就是林彪 我有几个问题 比如说他当时是为什么会出山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他出山 为什么林彪是 他这个出山是被逼的呢 还是等等呢 为什么谈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刚才前面这个吕教授也说了 我也想提一下 就关于这件事件 就是多年以来 我们不仅是国内的学者 海外的学者 很多学者都对林彪事件这件事情啊 有强烈的研究兴趣 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著 但是近年以来 我们国内 包括海外 又有一些新的研究论著出来 包括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章出来 那么这些文章呢 在我看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林彪抱有深深的同情 深深的同情 就是所谓一种新解释已经出来了 和我们过去的官方提供的那个解释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对林彪非常同情的 这样一种研究的看法已经出来了 那么我不知道 我要提一下这几位学者的名字 一位是我们国内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 资深教授 叫王莲一教授 这位老先生年龄已经很大 七十多岁了 他是被大家都认为 他是著名的文革史专家 或者是林彪问题研究专家 那么王莲一教授 他和其他一两个朋友 联合写了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影响都很大 第一篇文章叫做 林彪是文革时期特殊的逍遥派 逍遥派这个概念 这是文革时期一个一个这样的概念 就是指对政治运动不是很热心的参与 而是持一种旁观的态度 叫逍遥派 那么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第二篇文章呢 也是王莲一教授和其他几个学者联合写的 名字叫 913事件是被逼出来的 这两篇文章都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带动了一个 就是刚才我说的 最近若干年来 不仅是学界 也包括我们的社会 因为我们的社会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 大家都对20世纪的很多历史 都有强烈的兴趣 比如说有关林彪的 这方面的什么网站 文章 各个方面的 不仅是学界人谈 非学界的 社会各界的人士都来参与谈 那么谈来谈去 现在都受到这个王莲一教授的影响 都对林彪抱有很深的同情 那么我还要提到 就是最近若干年来 林彪的亲属 也就是林彪的女儿叫林力恒 他的小名叫林痘痘 这都是我们大家都有很熟悉的一个名字 以及吴法宪 吴法宪是当时被认为是 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干将 70年代的空军司令员 吴法宪教授的女儿 吴金秋教授 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 是一个教授 以他们为代表 就是当年林彪的亲属和 卷入林彪事件的一些亲属 他们也在 有新的材料出来 新的看法出来 那么这种看法的一个基点 都和王教授的看法一样 都是同情林彪 都是同情林彪 那么我想我今天要谈 我认为呢 这个这些新解释或者新材料 当然是有一定的价值 他们主要的是 对70年代初期的 那个我们当时的官方的第57号文件 有一些批评 有一些质疑 我们知道那个时期 1971年9月 所谓四人帮 他们也参与了对林彪事件的清理 也就是换言之 那个对林彪事件的解释 四人帮也参与的 四人帮参与的 那么这个解释 我想它肯定是一个 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解释 意识形态化的解释 虽然79年以后 还继续沿用了那个解释 基本上是沿用了 1971年的当时的官方的解释 那么可能是有一些疑点的 这是我对那些新解释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他们多少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或者是披露了一些新情况 有一些新资料 但是我认为我们做历史研究 应该保持一个和研究对象的距离 我看到的是一些朋友 一些学界朋友 他们和这些当年的亲属有接触 有联系 然后自己的主观性就开始发展起来 比如说非常的同情 其实我也认识林豆豆 林豆豆我和她有过 她来找我几次谈话 当然我很注意地听她谈话 但是我始终是告诉自己 她的话 对她的话要做分析 要做分析 那么我的意思是 我们历史研究要有客观性 特别是不能对当年的这些亲属的 他们的解释 照单全收 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林彪事件 从一个比较众生的角度来谈 众生的角度 也许这样子看得会更清楚一点 以更要考察这个世界 它的体制方面的因素 它反映的当年的中国的体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以及这个世界所反映的 50年代以后 我们国家发展方向的那些重要的方面 就不仅仅是一个林彪个人的命运的问题 当然这个人非常传奇 引起无数人对他的那种兴趣 不仅仅是对林彪 这个传奇性人物 我们保持这样一种 有这样一种好奇 希望研究清楚 还要考察这个世界后面的 反映的当年我们的体制问题 那么我前面说了 我重点不是谈那个飞机的问题 这个飞机我也搞不清楚 当然我会提一些 好的 这就是我前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我今天谈的这个角度的问题 我下面要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 为什么在文革初期 拉林彪上山 拉林彪上山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今天我要讲 讲七八个问题 但是都不会很长 长话短说 文革初期 我们的毛主席 已经下定决心 要打倒刘少奇 上一次我已经谈到 虽然对这个问题啊 老人家是有反复 有思考的 有思考的 毛主席以后和斯洛 在一九七零年 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我在一九六五年一月 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想法 在政治上必须把刘少奇搞掉 但是 这只是他事后的这种说法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 毛泽东在导流这个问题上 当然一方面我们看他的是 好像是意志坚定 一层一层的拨损子 各位可能记得我上次讲过 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号 和越南的领袖胡主席 胡志明主席谈话的时候就说过 他的政策就是拨损子 一层层拨 从六五年我们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在拨损子 但是也看到一九六五年到六六年上半年 他有一些 好像又表现出对刘少奇的一种 原谅 好像又有一些对刘少奇的 很客气的 很清散的一些表现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 但是应该说 毛主席已经在六六年的上半年 决定 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打倒 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那么 刘少奇要打倒 这是第一个因素 他要请林彪出三的一个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 老人家对我们的邓小平同志 已经有很深的失望 很深的失望 我们都知道 邓小平早先就是毛泽东的 些班人梯队的一个重要成员 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来不是第一个 不是一个人 他有一个接班的一个梯队 有一个候补对象在那 当毛主席在 我们说在五十年代以后 比较明确了 刘少奇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同时 老人家实际上就为刘少奇同志 准备了另外一个同志 这位同志就是邓小平同志 已经为他准备 1953年 小平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党中央秘书长 1954年 小平同志担任政治局委员 到1956年 党的八大上担任总书记 这都是毛主席的一个对 党的这个接班人体制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事布局 很重要的人事布局 应该说 他的本来的意思 是为了制约 或者说配合 或者说牵制 刘少奇同志的 是为了这样的 但是没有想到 60年代初 原先 刘和邓这两位同志 是毫无工作焉缘的 两个人居然慢慢走到了一起 在许多问题上 刘和邓有高度的默契 这是毛主席 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 没有想到 当然我们知道 在60年代初 小平同志的主要工作 是领导中书论战 也就是所谓返修的问题 他对国内的事情 当然也参与领导 但是他的主要工作 是领导返修 可是小平同志 仍然对国内的政策 有重要的影响 也参与决策 那么 他对刘的这些政策 都表示了支持 就是60年代初的 刘少奇的一些重要的政策 特别是七千人大会 前后的一些政策 邓都是表示支持的 而且从60年代初开始 小平同志 对林彪的一些 过分的 吹捧毛主席的 那些言论 都已经开始表现出 一种不同看法 1960年代初 邓小平就已经提到 现在出现了一种 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 庸素化的宣传 小平同志是唯一的 在中央领导层中间 敢于当到毛面前说这个话的 这是在毛主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小平同志说的 他说出现了 庸素化的宣传的 这种现象 他提出来应该改变 那么 1964年我们知道 上一次我谈到 1964年 刘少奇同志 特别是下半年 指导四清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那么 邓小平同志 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 是有保留意见的 但是 尽管有保留意见 在大的方面 基本上 没有把他的这个保留性意见 全面的表达出来 就是 刘少奇在64年下半年的 那个四清 引起了毛泽东的 很多的不满 和不同意 小平同志呢 是和刘少奇有差异 但是他又没有公开的 全面的 明确的 站在毛的一边 1964年下半年 那么 我想 特别是 当毛主席 批评了刘少奇以后 我上一次提到 1964年的12月 毛主席批评刘少奇 1964年的12月底 毛主席当面对刘少奇说 我动一个小枝头 就能把你打倒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 就是明显的公开的批流以后 小平同志 也没有迅速跟上 没有跟上 没有跟着毛主席批流 那么 我想当然 我们知道 1964年年底 毛主席对小平同志 还有一个不满意 就是 小平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 健康的关心 请他不要来参加 一些讨论 具体工作的会议了 引起了毛主席的 很深的误会 所以一个不让我发言 一个不让我开会 那么毛主席 这个不高兴 特别是到1966年的6月 和7月 在太前工作队问题上 刘少奇和邓小平 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本来小平同志 是毛主席重要的 接班人梯队的 前列的那个成员 但是到了66年的上半年 毛主席已经开始 对小平有了放弃的想法 就不想让他接班了 这是我讲第二点 第一个要废刘少奇 第二个对小平开始失望 第三个林彪 一般我们都知道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都知道 在历史上 刘和邓都是铁杆毛派 都是铁杆毛派 当然林彪情况更是这样 林彪在历史上 是一贯支持毛主席的 一贯支持毛主席的 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 特别是在1929年 关于江西的红军 红四军的发展问题上 关于建军路线的 这些讨论中 林彪以一个青年将领的 这样一个身份 公开的批判 他的老上级 朱德 旗帜鲜明的 在朱毛争执中 站在毛的这一边 这是历史上 林彪对毛主席的 第一个重大的支持 本来我们知道 林彪是朱德的部下 他敢于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马上把脸放下来 坚决支持毛 这是历史上 对毛的一个 一个非常 给毛泽东留下 深刻印象的一件事 就是以后我们知道的 那个重要文献 古田会议 决议 就是在那次会议以后 决定的 那么 第二次支持 是在困难时期的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七千人大会 全党的 那个会议的基本调子 是检讨过去的错误 只有林彪 他的发言 是和整个会议的气氛 完全不一样 他说 检讨我们的以往的历史 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的时候 就是毛主席的指示 得到尊敬的时候 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 往往是毛主席的指示 不被大家重视 不尊敬的时候 他讲的话 完全和会议 气氛是不一样 他这次会议的发言 是大大的 在毛主席最困难的时候 给老人家 一个巨大的支持 这62年的支持 意义更大 第三点 早在1945年 共产党七大 开会的 这个前后 毛主席安排的 但是老人家 当时还不是老人家了 他自己不出面 他让他的那些部下 他的那些 就是革命的同志吧 在前面顶头 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 那么在这次 对彭德怀的批判中 林彪虽然讲话不多 但是林彪也是公开的 批判彭德怀的 那么 我想 给毛主席的看法是 林彪这个人 他能充分的领会 伟大领袖的意图 再一个呢 敢于承担 有担当 有担当 旗帜鲜明 旗帜鲜明 那么这里我还要讲一 还有一条 就是1959年 也是毛主席 把林彪 搬上山来 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林彪都是当面 面对面的 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所以这个人是旗帜鲜明 敢于担当 而且是对毛主席的意图 有充分的领会 到了1966年的上百年 66年的2月到3月 毛主席 部署江青搞的那个 所谓 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的纪要 为了加强这份文件的重要性 和分量 那么毛泽东 指示林彪 对于江青的这个会议 要给予支持 那么亲自在这个会议 纪要上加了几句话 就林彪同志委托 江青同志组织的 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 林彪是欣然接受 欣然接受 这些都使毛主席 对林彪满意 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第四点 毛主席要发动文革 这不是一般的事情 林彪以后说过 发动文革靠两个东西 一个靠毛主席的伟大的领袖威望 第二个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 我觉得林彪讲的 就这一句话讲的是对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 是靠的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领袖威望 第二个是军队的支持 毛主席发动文革 离不开军队作为坚强的后盾 他虽然是军委主席 老人家是军委主席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人 来帮他打抵军队 林彪在党内 在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 林彪带毛主席管军队 毛放心 毛更知道 他必须激励 再给林彪一些东西 激励林彪的忠诚 激励他 第五点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林彪这个人 勇马一生 却身体不好 这是老天对他不公平 身体不好 多年来 精神萎靡不振 是真的这样 多年来精神萎靡不振 毛主席对于林彪的健康情况 了如指掌 一方面 老人家对林彪的健康是 两面性的态度 一方面 关心林彪的身体 鼓励他振作精神 加强锻炼 另外一方面 也很满意 林彪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状况 两面的 是两面的 好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毛主席为什么要拉他上山 拉他上山 拉他上山 他不喜欢刘少奇和邓小平了 林有他的优势 以管支持他 再加上林这个人 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太好 第二个问题 我要讲林彪出山 是完全逼的吗 因为今天已经有人说 有一些刚才我提到的 他们说 林彪本来是一个很倦怠 四大皆空了 根本不想出山 是毛主席不断地给他压力 他为了党和国家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被迫出山 不对 不对的 太简单化 我下面要说 林彪 是 为 中共打天下 出力最多 功训最大的 几个军事将领之一 或者甚至 我想给他更高一个规格 叫军事统帅 他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 他是军事统帅 毛泽东手下 从二十年代后期 到五零年代初 手下有两个大将 一个是彭德怀 一个是林彪 他们都过去被认为是 毛的 最贴感的 两个 军事大将 那么相比于彭德怀 我们都知道 彭德怀这个人 性格 气质各方面 毛对他 有的时候是不喜欢的 毛 更喜欢林彪 更喜欢林彪 林彪领导的 红军长征的 红义军团 我们如果通俗的讲 是毛主席 低系中的低系 红义方面军 有两支部队 一个是林彪 做军团长的 红义军团 一个是彭德怀 做军团长的 红山军团 红山军团 彭老总的 红山军团 长征前夕 将近是 三万人不到 到了陕北 就有两千多人了 经常一些硬仗 都是彭德怀去打 当然林彪也 也打了很多硬仗了 所以您 彭德怀 在快到陕北的时候 几次流眼泪 几次流眼泪 好不容易的 这个多少年 拼下来的这个部队 到了陕北 就成了两三千人了 两千多人 我们讲林彪 应该讲创建新中国 功劳盖世 是功劳盖世的 他指挥了四方面 第四野战军 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那么 四野在当时就有一首歌 这个歌 这个歌以后没有流传 解放以后就停止了 名字叫 我们是林彪的战士 49年之前 四野的部队 都唱这个歌 我们是林彪的战士 林彪在第四野战军 有崇高的威望 建国初 毛主席把中南这几个省交给他了 实际上林彪在建国初的一两年 是中南王 中南王 两湖两广地区 荷兰地区 两湖两广 包括荷兰 五个省是由林彪管 林彪是中南局第一书记 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中南军区司令 中南军区政委 他是这五个省的第一号人物 那是我想就是中南王了 在我们党内 在共产党内 林彪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 他的口碑一直很好 他的口碑啊 坏是坏的文革 或者是六十年代以后坏了 以前都不错 林彪的口碑不错的 林彪是我们知道 是1938年去莫斯科治病 1942年从莫斯科回来 回来以后 毛泽东给他一个任务 去见蒋介石 代表毛去和蒋介石谈判 毛主席很会用人的 他知道林彪是蒋介石的部下 蒋介石是蒋校长 黄埔军校的校长 他让他们俩去谈去 林彪曾经到在重庆 和蒋介石有过谈判 本来是蒋介石 是在43年左右 是要和毛泽东 在西安谈判的 但是伟大领袖 是坚决不去的 不去 所以他派了一个林彪去 让林彪和周恩来 去对付他 和四五年去的是 情况很特别 那么我们说43年以后 42年 林彪回国的时候 正是中国共产党 开展整分运动的 关键时刻 林彪这个人 刚才我说 为什么党内对他印象好呢 他在这个阶段 这个党内思想大整顿 组织大改组的关键时刻 他做的 就是一个高度歌颂毛主席 但是他不整人 所以延安整分运动 林彪没有去整人 不像其他的 比如说少奇同志 或者是其他其他其他 他们都参与了毛主席的 那个刚才我讲的 思想和组织重组的斗争 林彪的毛泽东 给他一个地位 中央党校校长 但是林彪是从来不管事 毛呢这个时候呢 也对您非常宽容 实际上就是要他 养身体 养身体 为将来抗战胜利以后 跟蒋介石打仗 都天下石派用场 所以对林彪在整分运动中 袖手旁观 不参与斗争 完全是无所谓 对其他人 没有 其他人都要表 都要 不仅是歌颂 而且要批判 歌颂毛主席这是必备的 但是还要批判 批判 比如说批判王明波谷 甚至是批评周恩来统治 都要批评的 要吃刀剑红的 林彪可以 另有重用 所以林彪 在整分期间 没有整过人 口碑不错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 林彪得票 是在第十七名 得票率之高 当时是按了计算票数多少 林彪是中央委员得票 第七 非常高 那么我们都知道 建国初 林彪不去朝鲜打仗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看法 有一种说法是 林彪是怕美帝国主义 怕他的一世英明在朝鲜 如果战争失利 会对他的英明 受到损伤 这是一种说法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 林彪还是 主要是身体不好的原因 因为今天我们有资料 可以看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 到莫斯科和斯大林 接洽军火问题 飞机支援的问题 谈和谈判以后 林彪留在苏联的 克里米亚的索契 索契是克里米亚的 一个疗养圣地 在那儿疗养 林彪和周恩来之前都有个话 林彪跟周恩来说 中央一旦需要我 我立即回去 立即回去 但是林彪确实 是在关于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 是和毛泽东态度不一致的 他是和刘少奇等当时党内 绝大多数领导同志是一致的 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 新中国刚刚建设 战争刚刚结束 是不是不出兵为更好 就是他对出兵是有保留态度的 但是一旦毛定下来以后 他曾经也和周恩来说过 刚才我讲的 需要我立即回去 那么 我们说林彪在五十年代初 刚才我讲的 除了到苏联去过 在苏联疗养一年多 再也没有出过国 建国后 基本是闭关不出 闭关不出 刚才我前面讲的 当了中南王 但是时间非常短 我下面就要紧接着要说这个问题了 闭关不出 论功行赏 每个革命工程都有一块 都有一个说法了 但是他是闭关不出 我想林彪在建国以后 我的看法认为 他是心理上是双重心理 他的行为是两面行为 我下面要分析他的双重心理 和他的两面行为 第一个 他的双重心理 第一面 他对毛确实有推崇 崇拜的这一面 他确实是佩服毛 他经常是看毛的这个东西 看毛的小册子等等 他在学 就包括建国前 在东北的时候 他也是经常自己在学这个东西 他有佩服毛的这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 从建国初开始 这个倾向就很强烈 极为担心 功高震主 功高震主 对毛主席 早有提法 林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比彭德怀有知识的多 彭德怀也有知识 但是林彪对古籍的研究很有心得 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很有心得 马上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指导自己的行为 他的一个心态 也就是以后他写过的这个条幅 叫 免从虎穴斩气生 那个心态 就是刘备在曹操 曹营的那个心态 他亲自首写的 座右铭 建国初就写了 张良范立 急流勇退 张良范立 张良我们知道汉高祖的那个张良 张良范立 急流勇退 他自己非常清楚 非常担心 他的功劳太大 会引起肾上的疑心 这是我刚才讲的他两面 佩服毛的一面 和担心功高正主的这一面 这两面都有 这是他的心理 那么他的两面行为是什么行为呢 第一面 显得自己是毫无政治欲望 到了无欲无求 无欲之刚的地步了 无欲 没有任何欲望 对政治上毫无欲望 长期休养 从苏联回来以后 就长期休养 不和任何领导人串门着 有来往 包括不和毛泽东有来往 和任何人不来往 他自己守住一个叫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这是他真实的情况 这是我讲的这一面 两面行为的一面 是无欲无求 可是他真的是 虽然想无欲无刚 但是他做不到 他根本做不到 我认为他的修养还不够 真正够的话 是我们尊敬的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元帅是真正做到了 无欲无求 而我们的林统帅 林统帅做不到 1953年 毛主席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 就是大区撤销 削藩 历史上的削藩 削藩 大区撤销 大区撤销以后 这些大区领导人都要进京 都要到北京去了 对林彪 一时没有安排 没有安排他的工作 那么这件事 对林彪的刺激非常大 所有人愣功行赏 都有一份 都有一个东西 比如说高刚 从东北到了北京 是所谓经济内阁的主持者 权势极大 小平同志从西南到了北京 担任中央秘书长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一个东西 林统帅什么都没有 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 所以又在1953年 我们知道 发生了高刚事件 高饶事件 高刚和林彪 在东北时期 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高刚对林彪非常尊重 尽管建国以后 高刚的地位比林彪高 但是高刚始终 还是能把自己 和林彪的位置摆好 就是表面上 排行上 高副主席排在前面 但是他实际上 对林彪非常尊重 我们知道1953年 这个非常复杂 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就是毛主席 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意 那么高刚 四处活动 他捕捉到 或者他得到某种讯息 就开始了一个 所谓导流导舟的活动 他到了杭州 见到林彪 和林彪谈得非常投机 谈得非常投机 但是 政治上的纷纭是 纷纭莫测 很快几个月以后 毛主席抛弃了高刚 抛弃了 这件事对林彪的震动极大 就是 高刚的起来 和高刚的活跃 都有一个背景 就是毛在后面 但是几个月以后 毛主席翻手为荣 一下子把他抛出去了 不要他了 不要高主席了 让林彪 吓得是 吓得瘦回去了 从此再度谨慎起来 高刚 刚才我讲 林彪在53年活跃了一下 活跃了一下 从来不和别人来往的 现在开始和高主席来往了 但是 被杀了一下子以后 又闭关不出了 又闭关不出 195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而且呢 又不安排他具体工作 当然林彪对外都说 他自己身体不好 所以 五十年代的几个重要会议 清除高刚的七届六中全会 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林彪基本上都不参加 林彪对于所有会议不参加 都请假 但是 时来运转 1954 1958年 八届五中全会上 突然一下 林彪 被毛泽东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 58年 58年 林彪 任命为副主席 新的排名是 毛刘 周朱 陈 林 邓 林彪还在邓小平之前 毛刘 周朱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进入到第七号任务 毛主 林彪已经理解了 我刚才讲林彪有个最大的本事 他能深刻的领会毛泽东的意思 他理解了毛泽东的意思 为什么要提拔他的意思 还是要把他作为一个高纲来用 高纲啊 也就是平衡 流和邓 平衡流和周 不是平衡邓 平衡流和周 那么他马上 以实际行动 这个非常淡薄的 闭关不出的林彪 马上58年 当了副主席以后 以实际行动 向毛主席献上一颗红心 这个献红心 就是三天以后 军委开会 林彪发言 带头批判刘伯成 带头批判刘伯成 就是当然批判刘伯成 我们知道1958年的 批判军 就军队中的教条主义 这里面很复杂 有彭德怀在里面 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主要的 定调子的 是林彪当了副主席 第三天 就在这个会议上 公开亮相了 亮相以后 就是歌颂毛主席的 军事思想 没有点名的 实际上是批判刘伯成的 所谓教条主义 招班输军的 那个建军思想 刚刚提拔我 我马上表态 通过打刘伯成 献上一颗中心 这是 林彪是不是很淡薄呢 我认为他并不是淡薄 我将来讲 特别是在 毛主席的 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认为 我这里对林彪是有批评的 我认为他丧失了一个 爱国军人的立场 昧着梁星说话 为毛主席保驾护航 立下了第一等功劳 他是第一等的功劳 我下面要讲这个问题 刚才说 1958年 他批判 这个军队中的教条主义 首先开炮 紧接着卢山会议 被毛主席当作救兵 从山下招到山上来 面对面的 当面的指责彭德怀 给彭德怀戴上一个 最厉害的帽子 叫做野心家 伪君子 焚育祥氏的人物 他出手非常厉害 讲话非常尖刻 而且在其后 北京召开的 军委扩大会议上 我们知道 卢山会议结束以后 不是说光是把彭德怀打倒 就算了 因为彭德怀 彭德怀做国防部长 做了很多年 彭德怀是军中的统帅 时间很长 现在毛主席要 苏清彭德怀 在军队中的影响 所以这个会议 就叫军委扩大会议 主要是苏清彭德怀 在军中的影响 这个会议是由林彪 亲自主持的 在这个会议上 也有个别的军事将领 为彭总讲话 林彪下令当场逮捕 为彭德怀讲话的 中委将军 中委将军 这是当场下令逮捕 出手非常厉害 前面闭关这么多年 好像是一个 闲云野鹤 一出手就这么厉害 好 我们说 庐山会议以后 以林彪名字出 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 狂热的鼓吹大跃进 狂热 紧接着 主持军委工作会议以后 大捆毛主席 他马上就现上中心 就是从59年开始 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主要是由林彪来搞 来搞的个人崇拜 那么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红旗 学习毛主席著作 七千人上的讲话 等等 都是林彪 但是到62年以后 林彪这个人是 经常是走了前面一点 马上又缩头 七千人大会以后 这个林彪又缩头了 又缩回去了 为什么缩回去呢 当然有个客观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知道 62年蒋介石叫嚣反共大陆 林彪是亲自 当时还在军队军委主持工作 他部署了 我们向福建派兵的这个活动 为这个事情 他病倒了 本来身体就不好 为了准备 粉碎蒋介石的反共大陆 林彪病倒了 这个一病倒 军委日常工作 毛泽东就把军队的军委日常工作 交给贺龙来管了 林彪就此 就基本不出面了 也不下连队 也不下基层刺杀了 就62年下百年以后 林彪又缩回去了 但是 他虽然闭关在家里面 身体不好 但是捧毛 搞个人崇拜 花样翻新 花样翻新 什么 活学活用 学用结合 机用先学 立杆建议 什么四好联队 五好战士 三八作风 他经常 几个月就有一个新花样 几个月就有一个新花样 他每天研究的就是怎么捧毛新花样 捧毛新花样 1965年 又在他的指导下 我们军队出版了毛主席语录 就是小红书 我想 林彪从59到65 长期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宣传 造成我们社会的一个崇拜毛主席个人崇拜的一个巨大的社会氛围 是毛主席在这个氛围中 他错而有理 更加觉得自己有理 本来老人家是有错的 这个错的就是困难时机的错 经过林彪的这个宣传 不仅没有错 而且是更加觉得自己正确 给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同志的 他们所承担的中央一线工作 造成巨大的压力 我上面讲 林彪是不是完全崇拜毛 心以口心一致呢 倒不是的 答案是否定的 59到65 天天吹捧毛 但是 他是一个 两面的 他对大跃进时期 毛主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林彪称之为叫胡来 胡来 他有尝试理性 他有尝试理性的 他说 毛泽东 凭空想胡来 说绝了 做绝了 绝 结 错 他很清楚 可是 林彪从来不把他的真实想法 在任何公开的赏和下表达 他只限于对他的老婆 叶群和他的儿女讲 他对林豆豆 林立果都曾经讲过 都在家家里面 议论毛泽东 但是只是家庭里面议论 绝不外传 这个 林彪有很多笔记 很多笔记 他说过 什么叫党性 党性就是尊命性 尊命 他还说过 尊命 就听毛泽东的话 尊命 尊命就是大德 大勇 大智 他自己写的 我讲真理 要重银河 不要讲真理 要去讲银河 他说 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 他一个人 顶亿万人 和他关系搞好了 就等于和群众搞好关系了 这就是最大的选票 他每天在家是研究这些东西的 他是研究的 决议不好 也要同意 中央的决议不好 也要同意 这是头等的意义 不然就是书呆着 更有名的一句话 不讲假话 就办不成大事 这是他自己都自己写的 不讲假话 讲话 办不成大事 林彪对毛泽东 有很深的看法 很深的看法 但是隐蔽极深 公开的言论 都是跟着毛 顺着毛 迎合毛 他还有一段笔记 讲得非常清楚 祖先 祖先 陈后 各位老师同学 我们可以看 他理解的 他和毛主席的关系 就是君臣关系 祖子在前面 大臣在后面 祖先 陈后 切勿 陈先 抢先 毛主席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所以林彪 在这个时期 公开情况 都是顺着毛 我这里要举个例子 1960年 他到江苏来 江苏已经出现 江苏情况在当时 是属于全国比较好的情况 所谓好一点 就是非正常死亡 江苏是比较少的 我们江苏省 我在江苏 江苏全部在困难时期 非正常死亡 不超过五万人 我们戈壁的安徽 是几百万人 山东也是上百万人 这江苏的领导 比较稳妥 那么林彪在60年 上半年到江苏来的时候 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 向林彪就谈了 就说我们江苏 已经出现了 这个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 林彪告诉他们 林彪讲的和毛主席话一样的 中国这么大 死这点人算什么 这是公开的 私下实际上 他是非常不满意的 他对大跃进是非常不满意的 有材料显示 62年上半年 他从北京南下的时候 看到列车旁边 列车从北京往下看 沿途停靠站 七盖成群 我们的农民 七盖出去讨荒 林彪在车子上非常不高兴 说怎么搞成这种样子 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 但是公开场合下 全是捧毛 全是捧毛 这就是林彪的两面性 我们说从表面上看 1966年8月 林彪是不愿意出山的 就是毛主席请他做接班人 他是不愿意的 他是1966年8月6号晚上 被毛主席三请四邀 坐飞机从大连飞到了北京 不肯出山 毛泽东一再要求 林彪才出山的 但是毛 我想毛主席当然看得更清楚 他认为林彪 这一切都是假模假样 假样 并不是 我们通常讲的老生入定 四大皆空了 没有 有材料说 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 林彪住在浙江厅 林彪到了以后 林彪去见毛 见毛以后就作义 意思说他不能做这个接班人 不能做 毛主席大怒 骂林彪 说你想当明世忠吗 明世忠就是明代的一个皇帝 兴奋道教 成天不问正事了 好像很逍遥的样子 而且毛严厉的批评林彪是 你不想介入运动 是假的 林彪 哪一个姿态 他不愿意做接班人 他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他有个发言 他说他非常勉强 做这个事 将来有更合适的同志 他随时准备交搬 这个材料现在都能看到 随时准备搬搬 我想毛主席的眼力是很准确的 他看出林彪并不真正是 闲云掩赫 像真正像刘伯承同志那样 是完全淡出政治了 他不是的 我们知道1965年的12月 打倒罗瑞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署 打倒罗瑞卿 这件事情 林彪起了关键的作用 毛主席接受林彪的意见 抛弃了罗瑞卿 也有他自己的考虑 那么当然 毛泽东发动文革 需要林彪的支持 所以对林彪要打倒谁 老人家也造准了 但是毛泽东 并不完全是勉强的 打倒罗瑞卿 也符合圣上的意思 为什么呢 就是 罗瑞卿这几年 六十年代以后 和刘少奇走得比较近 走得很近 虽然他一直很尊敬毛主席 但是他和刘主席关系也很好 再一个 1965年1月 刘主席担任的三届人大 刚刚开完会 重新改选 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 过去罗瑞卿 不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5年1月 由刘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 这个刘少奇 把罗瑞卿提拔成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再一个 刘少奇同志 曾经公开讲过 如果林彪的身体不好 罗瑞卿就是接班人 就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 刘少奇讲这些话的时候 没有特别在意 他这些话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些都让毛泽东觉得罗很可能跟刘少奇有一个什么什么关系了 所以当林彪要打倒罗瑞卿的时候 毛泽东是支持的 那么从1965年的4月开始 毛泽就联手 开始逐步削弱 罗瑞卿的权力 罗瑞卿的真正完蛋 是1965年的12月 但是从65年的4月开始 老人家和林彪就开始合作了 就开始逐步削弱 罗瑞卿的 他的一些权力 现在我们知道1965年的12月1号 毛泽东和林彪在杭州有一次密谈 这次密谈 毛泽东是在杭州 派了他的专列到苏州 接了林彪到杭州去的 这次密谈 当然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密谈的记录在哪儿 但是这次密谈 一般认为是毛和林进行发动文革的最后交底 交底啊 把底牌交给刘少 交给林彪了 林彪自己在1967年 他曾经和毛泽东有一次会见非洲的一个代表团 叫非洲的钢果部保安代表团 保安工作代表团 林彪在讲话中 插话中说 今天政治上没倒的那些人 还站住的人 都是事先毛主席交过底的 交过底的 所以1965年的12月1号 毛林的杭州密谈 很可能是毛主席对林彪两个人进行路线交底 路线交底 没有几天 12月8号 毛泽东临时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宣布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解决罗瑞卿问题 这是我刚才讲的 你说你林彪表示淡薄 但是你为什么要搞罗瑞卿呢 你搞罗瑞卿你是处心积虑的 你一点不淡薄 所以毛主席看得很清楚 第二点 1966年5月18号 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著名的518讲话 大大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要防止坏人搞政变的那个看法 这个518讲话以后被批评为叫政变经 谈政变的这个518讲话 这个讲话基本上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满意的 当然毛泽东对林彪这个讲话有一些保留 1966年的7月8号 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 对林彪的一些新提法 在518讲话中的新提法 和林彪的一些行为 表示出某种不安和保留 这封信是林彪事件以后向全党公开的 今天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封信是以后伪造的 我说不对的 不是的 不是伪造的 林豆豆自己亲自跟我讲过 周恩来同志 分毛主席命令到大连去向林彪传达这封信的时候 他躲在评分后面 因为他的母亲叶群担心林彪记不清楚 就是叫林豆豆在评分后面也听 周恩来是按照笔记本 把毛主席给江青这封信 飞到大连去向林彪读的 所以这个信是存在的 不是像今天我们一些学者说 这个信是72年以后编出来的 不对的 那么这封信 由于批评了 对林彪有一些保留 毛主席说 我想我的朋友是借助钟魁 我在二十年代就情不自禁的 就不情愿的被搞成一个钟魁 借助钟魁去打鬼 什么等等 毛泽东讲了一番这样的话 但是这封信林彪看了以后 给林彪的一枪 要保护毛主席 拥戴毛主席的热情 浇了一盆冷水 他本来是为了 他都是迎合上意 可是今天真的迎合了上意了 老人家又说我不好 所以革命的积极性受挫伤了 林彪受伤了 经常受伤 下面我还会讲的 他经常受伤的 因为老人家是 莫测 高深莫测 随时变化 由于这封信 加上林彪对毛泽东的相当的保留 高刚这个事情 始终像一个阴影一样的 缠绕着林彪 我这里要举个例子 1966年的5月下旬 毛主席导流的意向 已经非常非常明确 但是连康生 康生这个应该讲是 经验极其老道的 老政治家 或者老运动家 他都不敢把全部的保 压在毛主席这一边 随时担心 毛主席一脚把他踢走 康生在5月政治局夸大会议上 扮演的一个角色 就是传达毛主席指示的 这个角色 可是他在这个讲话中间 还不忘记检讨自己 在历史上 是反对刘少奇的错误 所以康生是 基本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但是始终对刘少奇 不把门关上 他还顺带自己检讨 我反对少奇同志是错的 少奇同志当时是正确的 所以谁都不敢 把保完全放在毛主席这边 因为老人家随时可能 把他牺牲掉 因为曾经历史上牺牲过高刚 所以林彪 是他的这个 一方面 他是不断的支持迎合毛泽东 但是实际上他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 因此 当毛主席1966年8月 请他出山的时候 他一再推辞 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毛主席的 这个命令 可是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对林彪 就在这个最需要林彪的时候 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毛主席对林彪 还是不放心 果真是让林彪猜到 就在八月 老人家亲自布置 让林彪看两本古书 古书 一本是三国志中间的国家传 三国志 不是三国演义啊 二十四史的三国志 国家传 一本是二十四史中间的宋书 宋啊 宋书中的范燕传 我稍微以后要稍微提一点 对林彪加以告诫 已经提拔他做接班人了 让他看两本书 两本古书 郭家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歌颂法家人物的时候 郭家传 是国内印了很多小册词 郭家传 郭家是一个 曹操的重要的谋臣 重要的谋臣 跟随曹操十多年 参与军务 记录成吉 对于曹操破袁绍 立下汉马功劳 最后死于藏中 就是军葬之中啊 死时三十八岁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 曹操的重要的谋臣 这是一个正面人物 毛主席要林彪学国家 第二个 范燕 这个范燕就完蛋了 其实林彪的所有的 以后的悲剧 都和这个有关系 我这里不是讲命定论啊 老人家是看得很清楚的 范燕是什么人 我们学过历史的同学 可能知道 二十四史中间 有一个叫后汉书 后汉书的作者是范燕 范燕 范 模范的范 叶 这边一个日子旁 一个中华的华 范燕 范燕这个人是 南朝时期 宋国的一个 著名的政治家 是出生于四处 贵出出生 但是他是妾身的 就是虽然是四处 四处 祖上是历代做官 范燕我们知道 对 老丁啊 范燕还做过你的家乡 宣承太守 你知道他 做过宣承太守 这个范燕的这个 这个这个 做宣承太守 是他政治失忆的时候做的 在这个时候 他综合各家的材料 编成了后汉书 后汉书的价值 我这里不讲了 价值太高 一致公认 是一个 我们中国历史学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伟大的创作 伟大的著作 范燕这个人 17岁就做官 做过什么呢 曾经做过 相当于国防部部长 相当于 这毛泽西是有 有现实教育意义的 做过国防部长 但是这个范兄 以后卷入到党征 参与了皇帝的 叔叔 那个谋反集团 刘苏康是当时 这个宋文帝的 叔叔 刘苏康的这个谋反 曾经拉范先生 才入伙 范先生不肯入伙 最后还是被拉进去了 宋文帝 最后把范燕 全家操战 全家操战 我们这个范先生 死的时候 只有48岁 他就是一个 才华横溢的 一个史学家 17岁就当官 最后是死于非命 全家出战 出战 老人家在1966年 8月份 9月份 刚刚把林副主席 捧为这班人 就让他看范燕传 哎呀 这个太 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这里讲 第一个 我们看 毛主席要 林副统帅 学习国家 忠心为主 清清恳恳 报效主文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范燕是一个文人 他在历史上有名 就是编后患书 而且范先生的性格 非常放达 非常飘逸和潇洒 喝酒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了 非常浪漫的一个人 林彪是一个 很拘谨的人 这两个人没有可比性 但是范先生做过 做过什么呢 做过兵部 这个 他做过上书外兵囊 这是唯一跟林彪 相似的地方 就做过国防部长 或者国防部 第一副部长 毛主席要 林彪 学国家 又用范燕 最后参与谋反 被满门操展 这个历史事实 来警告林彪 老人家太 不得了啊 这个宝库里面 东西太丰富了 又有马列主义 又有二十四史 你们看 他的宝库里面太多 一会儿马克思怎么讲 一会儿什么什么什么 一会儿还有这个 还有谋反什么造反 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点 文革初期 毛主席对任何人都不相信 他在提拔林彪的时候 对林彪是防范的 是防范的 第二点 伟大领袖 也是非常坦率的 没有什么遮遮掩掩掩的 他就是要告诫林彪 你不要以为 八届十一中全会 就分你一个 是毛主席唯一的亲密战友 因为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 亲密战友就是一个人了 过去亲密战友一群 现在亲密战友一个 你不要搞 搞糊涂了 你一定要把关系要摆正 这关系要摆正 毛和他的关系 就是君臣关系 不是什么亲密战友 你当真就以为是亲密战友 就是君臣 国家这个故事告诉他 就是这个意思 范燕也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林彪 用范燕的故事来告诉他 皇帝是多疑的 皇帝是多疑的 宋文帝是多疑啊 猜疑啊 皇帝是多疑的 所以要谨慎从事 要谨慎 否则下场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毛泽东 叫林彪读范燕传 叫他学国家 这两点 我个人认为是理解文革期间 毛林关系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关键的地方 我下面讲了 他我们的林副统帅是怎么学范燕的 第三个问题 林彪在1966年到69年 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你们看他两面的 他的革命积极性不能太高涨 太高涨了 老人家要猜疑的 我下面讲其他领导人 对林彪出山的反应 第一个我们尊敬的周恩来同志 对林副主席出来了 他的反应是什么 周总理一向尊敬林彪 不是在文革 文革之前就尊敬 周总理1965年下半年 就已经知道或者误出来了 也许毛老人家 没有跟他直接用语言讲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史料是 1965年的夏天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奋毛的命去看 赴贤在家多年的王家祥 王家祥是62年的夏天被罢官的 但是毛主席 练他在遵义会议 推出毛主席有功 所以对王家祥始终没有进行大批判 基本上还是散在王家祥的 65年的夏天 毛让周去看王家祥 周告诉王家祥 接班人坏了 接班人是林元帅 或邓总书记 也就是65年夏天 我们总理已经知道 毛主席要坏马了 刘少奇要下台 但是是林还是邓 周也搞不清楚 因为前面我一直讲 毛主席多年来 一直是欣赏邓的 那么到了66年的下半年 八届十中全会 周总理迅速的更加的调整好自己的那个方位感 毛主席 林副主席 周总理 他这个非常好的把关系调整好了 就是他很尊敬林彪 第二点 我们讲邓小平同志 我为什么要讲小平同志 因为小平同志被打倒是跟林彪有密切的关系 他和刘不一样 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 到了八月五号以后就打倒 邓要迟几天 毛当时还没有决定要打倒他 毛在两可之间的时候 林要打倒刘 要打倒邓 我们说刚才前面讲的邓小平同志 一向对林彪有看法 这是一个长期的看法 他看得非常清楚 林元帅绝不是一个 真正淡薄的人 真正淡薄的人是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是刘伯承 他非常淡薄 还有徐向前 非常淡薄 一生病生病十年二十年 就是不出来 真的身体不好 那是真正的淡薄 就淡薄 这个林元帅不是真淡薄 林元帅是公于心计 公于心计 比如说狂热吹捧毛 给第一线的领导造成巨大压力 小平同志在第一线是重要成员 林彪不断捧毛 给小平有巨大压力的 你这一高调一喊 我们都一小喊 这是很大的压力 再一个 我们的林元帅 出手很辣 辣 出手非常厉害 他出手两次出手 第一次是对彭德怀 出手太凶 第二次是对罗瑞卿 罗瑞卿历史上是林彪的 第七 出手非常凶 所以这些都让邓总书记 对林元帅有非常保留 和负面的看法 所以小平同志对林彪 是一向无好感 也不赞成对林彪的 战功的过分的宣传 因为我们知道 林彪是四爷 我们的小平同志 曾经在淮海战役 指导过两个野战军 所以应该讲 战功比林还大一点 所以小平同志 你说林彪什么什么 天才的统帅 邓小平有的时候 是有保留看法的 有保留看法的 那么 而且刚才我前面讲 六十年代初 他对林彪搞的 毛主席个人崇拜 曾有当面的批评 当面批评 但是 形势比人强 到了1966年上半年 没有办法 那个大气氛 大气候已经形成 所以小平同志 也调整和林彪的关系 也注意调整 而且1966年的五六月份 他向中央推荐 陶柱同志代替彭真 担任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 当然选拔 其一拔 陶柱 当然陶柱 可能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 那个蓝天王陶柱 还有很重要一点 陶柱在东北时期 是林彪的部下 那么 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小平同志发言的时候 是表态拥护林彪 是表态的 这是我讲的邓小平 下面讲刘少奇 这个刘主席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 以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刘主席就说 他毛主席个人崇拜 就是我搞的 以后呢 我还要搞 现在不搞了 毛主席微信很高了 以后我要搞 林彪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 这是刘少奇同志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好像告诉全党 毛主席的威望 不是革命战争中 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 而是他搞出来的 他已经犯了很大错误 文革中间 这是他的一个大罪状 一大罪状啊 他搞就搞出来的 所以59年的时候 他讲过 他要搞 林和邓的崇拜 但是真正到了1962年以后 62到66的上百年 他对林彪已经无可奈何 林彪已经做大做强了 无可奈何 他在我们这个尊敬的这个刘主席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吹盆林彪 或者他是违心的盆林彪 没有办法 因为大气候已经形成了 大家都要向林彪同志学习 那么以后 这个这个刘少奇在没倒台 真正倒台之前 最后倒台之前 他还批评说 彭真一贯在历史上反林彪 彭真不 这个人怎么不好 不仅反对我 他也反对林彪 我们的刘主席 所以刘主席是尽量想调整 调整他和林彪的关系 但是没有办法的 他的目标被打倒的这个命运早就注定了 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当毛泽东提出来要换接班人的时候 第一个表态拥护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 我也老了 很可能突然不行了 帝国主义要打仗了 我们现在要选一个新的接班人 总要选年轻的 刘少奇马上领会毛泽东的意思 马上发表了比较长的讲话 高度歌颂林彪 林彪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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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他坚决支持坚决拥护 他本来以为他这一个表态 好像能减缓他的那个压力 其实一点没有 就是刘少奇是没有办法表态 拥护林彪 朱德 我们的朱老总 一向是受林彪羞辱的 一向受林彪羞辱的 但是到了66点 无可赖何 陶铸同志刚刚被中央提拔上去 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所谓第四号人物 其实他不是第四号人物 但是只是给他摆到第四号 陶铸 因为自己和林彪在历史上的工作关系 所以呢 他对歌颂林彪的这个什么事迹 是很热心的 他到北京来 林彪还亲自接见过一次 这在林彪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陶铸从中南局调到北京 做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林彪在家里接见了陶铸一次 短时间接见一次 所以陶铸也是拥护的 下面康生 康生 康生是一切看毛主席的眼色的 所以现在毛主席要用林彪 康生坚决拥护 包括陈宝达 当然江青 他们三个人的角色比较一致 就是一切看毛主席眼色 那么林彪一出三 一出三就打人 刘少奇已倒台 八届十一中全会 毛主席老人家 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出来 刘少奇就倒台了 最大的敌人就是邓小平 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 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 要把小平同志废掉 还没下决心 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 选新的中央常委的时候 小平同志的得票 是全票排行第四名 就是毛刘周顿 不是毛刘了 毛邓周 毛林周顿 毛主席林彪 周恩来 邓小平 小平同志的这个得票非常高 这给林彪一个感到巨大的一个威胁 本来中央还要让邓小平同志 分管一个工作 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外国共产党的工作 就是联络工作 这个工作一直是小平管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 刘少奇是完全罢官 挂名常委 不安排任何工作 回家反省 小平同志是有工作的 但是林彪发表讲话 林彪看到机会来了 讲话 一讲话 把小平同志打下去 打下去 小平同志说 现在他已经不能工作 他说我要和康老交代工作 把他的工作转给康生 所以林彪一触手就非常厉害 看到机会来了 马上把他认为自己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打下去 而毛主席呢 毛主席没有加以支持 就让小平同志锻炼锻炼吧 就是 所以毛主席没支持 林彪在一上台讲了一个 第一个讲话 就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 接见那个军队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 他说文化革命就是要罢官 实际上就是一个罢官运动 罢官 他倒是领会 毛主席领会的很深的 罢哪些人呢 罢官不罢官 两个三个标准 第一个 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第二个 是不是突出政治 第三个 是不是有革命干净 这三条标准 是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 以及是罢官标准 另外林彪在 8月13号的这次重要讲话中间 他还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大捷和小捷的问题 文革中间我们经常听到 这样的一种说法 这个人大捷很好 林彪说 我们要看大捷 不要去看小捷 小捷什么男女关系 投机莫格 那是无所谓的 只要大捷 中于毛主席 这是最大的大捷 这个文革中非常流行的 就是林彪一上台 就是谈了一个罢官问题 和大捷和小捷的问题 那么 可是 会议刚刚开完 没有多少天 林彪突然又消极起来了 消极了 用我的话说 他做甩手掌柜了 甩手掌柜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毛老人家 已经做了制约 对他有制约 已经看出来了 第一个 林彪对毛主席任命 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可是毛主席给他选了一个军委秘书长 这个秘书长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任命的 这个秘书长是叶建英同志叶帅 毛泽东不让林彪自己选秘书长 给他配了一个秘书长 具体军队日常工作 实际上由叶帅管 林彪的这个 主持日常工作 看来就是一个形式 形式上的 所以毛主席给他制约好了 第二点 毛主席多少年来 对我们徐帅 是要考察他的 当然毛主席也关心他的身体 什么关怀他 但是从来不让他进政治局 可是徐帅居然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 徐帅 徐向前同志进入政治局 叶建英同志进入政治局 不是你林彪一个人提拔 我还提拔其他几个军中老同志 这几个军中老同志都跟你林彪没有关系的 毛老人家做了布局 这个布局做好了 那么 再一个 林副主席现在当了林副主席了 我们知道林彪家住的毛家湾 毛家湾今天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所在地 他的面对对面就是北京一个著名中学 北京四中 文革前是北京高干子弟的一个云集的中学 毛家湾这个驻地 林彪当了第二号人物 是不是有一个林彪自己的位队啊 没有的 过去林彪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来保卫 今天由于林副统帅当了第二号人物了 毛主席派了八三四要部队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部队联合保卫 八三四要部队进驻林彪大院 林彪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 本来还好他主持军委工作 那个军委的那个他的驻地就是军委同志来管的 现在毛主席派了一个警卫局副局长天天住他家 就住到他家了 这个同志 于是林彪 万事没有自己的意见 主动交权 一切听毛的 所以66年一上台 各把月一个月不到 全部就开始消极了 什么事都不管了 因为毛主席又要他读古书 所以他这个 我这要稍微压缩一点了 几点了 已经到六点多钟了 我要压缩 六点半 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 一个多小时了 这个讲了 好的 我下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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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压缩一点 我们说在这个文革初期这个阶段 林彪的名声非常大 像我和这个这个老金 这个我们都是老金 我们都知道 那个对林彪的宣传是铺天盖地呀 铺天盖地 引导我们老百姓 相信林副统帅是大权在握 那种宣传让我们知道 林统帅是大权在握 现在看起来 这可能是毛主席和江青的一个策略 一个策略 也就是拉住林彪 为文革造势 其实林彪只有一个副统帅的名字 角色并不突出 角色并不突出 那么我下面有讲到林彪是不是真正做到清心寡欲呢 不是的 这个人很厉害 林彪利用文革这个机会 报复和清除异己 今天我们那些为林彪说话的人 他们都不看这些材料 他们不注意 他们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材料 我觉得我们应该全面地看 比如说林彪有自保的那一部分 防范毛主席的部分 消极的部分 但是林彪也有该出手时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那个方面 这个方面非常明显 他的林统帅的方法是什么呢 利用毛主席的猜疑心 老人家年纪大了 本身就好疑 到了年纪大更疑 利用毛主席的猜疑心 最好是借毛主席的手清除异己 这是林统帅的一个基本方面 那么我这里不多讲了 我要跳了 就是这里我提到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同意打倒陆定一 陆定一是林彪夫妇俩最恨的人 那么毛主席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那个医生 军队的我们军委的卫生部副部长 傅连章同志 傅连章同志在历史上 1934年救过毛主席的 毛主席在江西的鄂都 这个病略疾很重 傅连章先生 当时是长征的福音医院的医生 这个人当时不是共产党员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 毛泽东发了一句话 凡是长征的人都可以入党 所以傅同志才入党的 傅同志原来是基督徒 傅同志救过毛主席 但是50年代初 毛泽东命傅同志去给林彪检查身体 他看出林彪 扎了个马飞 所以毛主席 毛老人家对林彪的身体非常了解 那么傅同志本来不想讲的 那么这件事情 林彪是非常不愿意传出去的 1966年的8月 从7月开始 林彪和叶群就下令 邱惠座的总后勤部 对傅连章进行这个残酷批斗 傅连章向毛主席发信 说历史上1934年我救过你一次 这次你能不能救我一次呢 毛泽东最后甚至道 甚至说 说是死人事无大罪 事无大罪啊 这个话呢 好像阴郁 似乎阴郁保护 那么林彪看这个话呢 好像讲的也不是很坚决 没有大罪有小罪 所以我们这个傅同志 最后是1969年 死在囚中 被囚中 死在水地地上 70多岁 这个人是给林彪害死的 真的是害死的 所以我这里要提到 傅连章的悲剧 一个惨剧 那么还有一个 清除贺龙 我这里不多讲了 今天还有很多人为林彪讲话 说清贺龙是毛的意思 毛是要清贺龙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林和毛大成了一致 大成了一致 两个人都要清贺龙 这里不多讲 那么下面我要讲 除了这几个人 他对贺龙是逼于除之而后快 对于陆定一夫妇 是一定要整 对于傅连章是要整的 其他的人 我下面要讲 他还是有自己看法的 比如说 他对毛泽东 当然不好讲 毛泽东 对江青集团 残酷地对待 彭德怀和刘少奇 林彪有不同看法 当然这个看法 只是在家里有看法 他也不公开讲 一个政治人物 光在家里躲得奖 没有意思的 1967年的7月 红卫兵包围北京中南海 在天安门 在中南海 有一个揪流火线 要求中央把刘少奇 交出来 交给群众批斗 揪流火线 数十万人包围中南海 在这个时候 林彪在北京 听秘书 谈这个就是给他讲文件 扑口而出 扑口而出 他说 刘少奇是党中央副主席 垮大副 因为听他秘书啊 读一个关于垮大副的文件 林彪说 刘少奇是党中央副主席 垮大副反对刘少奇 就是反党 这已经是刘少奇 被打倒的1967年7月 他在家里 突然脱口而出 他对彭和刘 毛整他们整得这么厉害 他是有保留的 刘保留 我下面讲 林彪对刘少奇 没有特别行动 没有特别行动 都是顺着毛江的态度走的 对陶宿被打倒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对彭德怀 没有特别加以打击 一般性的打击友 没有特别加以打击 打彭是由江青 亲自领导的 打彭啊 这彭德怀是江青 亲自领导 派七本宇进行 直接指导的 所以 对徐帅和刘帅 徐向前和刘伯成 也是看毛主席的眼色 二月立流以后 对 徐向前有打击 但是出手不狠 出手不狠 林彪自己说过 1967年的夏天 他在家里和秘书说过 对杨成武说过 他说 徐向前没有野心 我看李先念 这个人倒比较危险 这是他讲的 表面老实 实际上不老实 徐向前是老实的 讲的 这个林彪这个观察 应该讲还不错的 徐帅确实是没有任何野心 对朱德 林统帅在对朱德的态度上 是双重的 他每一次骂朱德的时候 都是选毛主席在的时候骂 私下里去看朱德 对朱德逼恭逼敬 这就是林彪的一个特点 他在文革中也看过朱德 但看朱德的时候 非常尊敬朱德 但是在会上 就要毛主席在 他马上批判朱德 他献给毛主席一颗忠心 就是这个 对周总理 我看了一下文革 66到69 这三年 基本上不妨害 不能说一点没有 基本不妨害 一般情况下 也尊重总理的意见 在文革中 基本上和总理 没有发生冲突 这是他和总理的关系 对康生 他特别的在意康生 对康生是敬而远之 他知道康生的厉害 知道康生的厉害 那么对林彪 对一些部下的倒台 都是有同情的 文革中间不少军中的一些 他的部下被打倒 而且也和江青吵过架 但是林彪 区分不同的情况 除了对极少数 他的亲信 伸出过援手 其他一概不管 叶群有一个亲戚 被康生打成反革命 林彪和叶群都不救 都不救的 逃出被打倒以后 给林彪写过一份信 林彪看过以后 非常被 就是沉默不语 叶群害怕出事 马上下令 把这个信烧掉 这是事实 也就是林副统帅 那个权势熏天的时候 也还是每天有紧张感 有紧张感 那么下面我要讲一下 叶群 叶群 叶群这个人物啊 非常 就在林彪的身边了 他特别重要了 叶群 是一个所谓知识分子出身 属于1937年38年 去延安的那个革命女性 3738到延安的旅行很多 她是去的女性之一 叶群在延安枕分中间 被枕过 枕的时候 曾经枕的 不知道是神智昏迷 还是半针半甲 叶群曾经把面盆当成料盆 就是她用一个盆 这个 那个时候比较困难 即使这个盆 洗脸 用 打饭用 料盆用 也就是说 被枕的不轻 被枕的不轻 当时叶群曾经是 王明担任校长的 中国女子大学的 校部机关的一个科长 叶群 所以 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一定要找一个大树 大树啊 找一个大树 啊 终于找到了林统帅 找到了林元帅 这叶群 啊 她从一个普通的 1937年38年 奔赴延安的革命女性 她这个演变过程 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 她是有文化的 懂俄文 叶群懂俄文 曾经还翻译过俄文的一些东西 在50年代 在50年代的漫长的十年中 跟她的夫君 一同韬毁 啊 闭关不出 深刻的研究 宫廷政治 深有心得 就夫妻共同在读书 林统帅读书 不是在文革 文革期间基本不读书 她读书是50年代苦读 天天在读书 研究什么 研究宫廷政治学 宫廷政治学 而且夫妇共同把书读 啊 叶群和江青 我下面稍微说点比较 有共同点 也有差异 两个人都有野心 都有文化 都有文化 他们不属于那些大姐类的 我们知道我们党类 有一些大姐类的 啊 就是康大姐了 这个大姐 这个大姐了 他们不是属于的 他们的资历 要比大姐要低的 啊 邓大姐 蔡大姐 康大姐 高 他们是有文化 有野心 当他们跟夫君结婚以后 都还有增加了一个新特点 就是作分霸道 本来不霸道 啊 以后 比权力接近了以后 都变得霸道起来了 啊 都会说话 这两位都会说话 一方面他们语言 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 江和叶是一样的 都会说 满嘴大话 同时 又有农民革命 吕寨祖的风格 我觉得看他们是 一定要看到这两遍 啊 江青 我们现在不要 很多人现在年轻的 啊 觉得江青是个 吕权主义者 啊 好像很同情他 江青本身也是一个 吕寨祖啊 他有祖祖风格 啊 千万不要忘了 他还有孙二良的 那一些特点 啊 江青自称 老良 叶群自称 顾奶奶 啊 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现的这种情况 所以既会讲革命的意识形态大话 马恩列斯毛都会讲 同时也会讲在祖里面的那些语言 啊 跟他们的先生都学会了很多 但是 林彪就是这方面说的少 林彪不太说的 啊 那么他和江青的不同点在哪里 江青完全不能当毛的家 就是江青啊 他是听毛的 江青是工具 当然江青能影响毛 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 毛是一世 英 民主啊 他是太英明了 谁都不能骗他 啊 而叶群 基本可以当林彪的家 林彪 他们是什么 是夫妻老婆店 夫妻老婆店 啊 林彪在五十年代漫长的 富贤的十年 被冷冻的十年里面 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业群的 基本的依赖性 形成了 十年啊 别人这么热闹啊 刘兆记王光美这个那个的 啊 他们俩在家里是冷冷清清 啊 但是夫妻应该讲是共患难的 是对他的这个太太 形成了高度依赖 高度依赖 而叶群 啊 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对宫廷政治学很有研究 啊 林彪从多年的经历中间 相信叶群的判断力 判断力之准确 而且林彪身体不好 精神倦怠 我们知道精神倦怠 陈天没有兴趣 啊 也不喜欢吃 也不喜欢玩 啊 什么都不好 啊 这个这个 灰暗的人生啊 灰暗的人生啊 陈天研究宫廷政治学有什么意思 啊 比如说我们贺元帅 啊 喜欢这个 呃 这个 对食品啊 对什么都有一些爱好了 这很好啊 或者对名餐大专有一些爱好 但是他们俩没有 天天是研究这个 枯坐在房间 研究这个 二十四史啊 这没有意思 所以心情灰暗 而且呢 需要叶群帮他打理内外事物 文革中叶群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 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我这里没有时间展开 第一个特点 林彪所有到林彪的信息 都是由叶群控制的 第二点 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 把关 这都是林彪同意的 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 有政治敏锐性 啊 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 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 看了以后才能发给哪一个 一定要迟百个几个小时 啊 甚至百一天 等太太的意见 啊 他对他的太太的政治敏锐性 是有很高的评价的 啊 那么 每一次上天安门 啊 下面这是我讲的这个 呃 给林彪的意见 把关 把关的核心 是 捧毛 捧江 就是给他的所有意见 都要加上捧毛主席 捧江青的内容 这是由叶群来给他把关 我们现在知道的 林副统帅每一次上天安门 都是叶群 总是提醒 是叶群导演的 是一分钟 就是 只能比毛主席早一分钟到 为什么呢 早到的话 抢毛主席的分头 迟到的话 对伟大领袖大不敬 所以一定只能是 嘎嘴一分钟 这个一分钟很难很难的 不知道飞了多少力 这是叶群 叶群啊 提出的要求 所以林副统帅跟随毛主席 八次检院红卫兵啊 是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 你找到五分钟十分钟 你在那干嘛 你是不是借党营私啊 又跟别人打招呼 是不是要拉拢人心啊 所以叶群给林彪 设计的是找到一分钟的这个策略 那么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 协调和毛江的关系 因为林彪啊 有的时候这个 他和毛主席和江青打交道的时候 需要叶群在里面协调 那么第四点 代表林彪 指导军中重要的人事事务 和重要的事务 所以叶群是管军队的 管军队的 这个旅人不简单 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旅当家 林彪看起来是个当家的 所有指示要经过他 我这里 再讲一讲啊 毛主席了解叶群的这个角色 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 是毛的意见 毛对叶群的揽权都知道 但是不加以支持 他是把叶群 看成是林彪的替身 来看待的 我本来这里还专门讲一个 这个中共革命中的 高干夫人现象 这个没有时间了 这一讲还要半个小时 这个我就不讲了 我这里要讲核心观点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但是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 是常见现象 你看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 是男性革命 共产革命是以男人为中心的 可是在革命年代 在毛时代 女人参政又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怎么理解 我这里本来有大量的数据 数字 就是毛主席以后批判林彪了 就是不是批判林彪 就讲林彪的闲话了 说让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啊 我就不喜欢了 我就是什么 最多一个秘书去帮我收发收发了 他不是批评叶群的时候吗 卢山会议以后了 其实从建国以后开始 我们的高干太太 都是当首长的办公室主任 从王光美同志开始 王光美不是主任 但是都是少奇同志 基谣秘书 小平同志的夫人 左宁同志 是小平同志的秘书 一直下来 包括许世友的太太 韩仙楚的太太 所有这些革命的老太太 都是夫君的 秘书 这个秘书啊 他不是 不是林彪这一家 不是这一家 所以 在毛主席 我这里要稍微讲一下 因为毛主席让江青出山 给江青与重任 他就不好再妨碍 再批评叶群 不好再批评 自己啊 不好批评 第二点 女性参政是可控的 可控的 女人参政翻不了天 为什么 一切拿 她的性质是首长的附庸 好坏都拿首长 男性首长 这个试问 或者积犬升天 或者一锅主 毛时代的这些夫人 他们的命运都是这样 杨上什么杨成武的夫人 叫赵什么针 也是杨半的主任 都是这样 或者积犬升天 或者一针下油锅 都是一样的 所以毛主席 在六九年之前 都没有批评这种现象 所以她也不在意 老婆当家就当家 这不能讲了 这个我下面要讲的 我这里讲 林彪在这个六七年 文革的高潮这一年 身居简出 除了隋毛主席 出来露面以外 基本上很少 有接见军队高级领导同志的行为 不见得 她避嫌 1967年的五月 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林彪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老人家一个开玩笑 让林彪吓出一身冷汗 现在我们有资料说 林彪本来就怕出汗 那一次是吓得浑身出汗 1966年五月 为了纪念毛主席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多少多少年 有一个革命文艺演出 毛老人家和林统帅 林副统帅 一阵看革命演出 革命部队文艺战士 满怀热情 无限忠诚 一世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毛主席碰一碰明彪 下面道理了 下面道理了 就讲了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 果真是的 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就毛主席就像碰了一下林彪 就说了这句话 下面道理了 林彪吓得一身 一身汗 大汗 林彪是不能出汗的 他身体不好 回去以后 林彪就有重要行动 第一个 下令把北京市的 他的林办的工作人员 把北京市所有马路上能看到的 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东西 全部刷掉 当天晚上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信 要求从一切正式文告 到一切宣传 一切文艺节目 坚决地把永远健康拿掉 要求传达到全部的群众组织 就是毛主席碰他这一下 让我们林副统帅 这一天晚上就是不得休息 毛主席说 下面道理了 其实毛主席这碰一下 不是偶然行为 我下面还会提到 毛主席极其在意 极其在意的 极其在意 对林彪喊永远健康的 我下面要说 机会来的时候 林彪迅速出手 这是他在文革期间的 一个基本特点 机会不来 装聋作哑 变成了一个逍遥派 在家里身居检出 什么都不管 机会来的时候 该出手就出手 第一个机会来 六七年三月份 林彪想搞军内走支派 毛主席经过权衡以后 加以支持 林彪说回去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武汉事件 这一次对林彪的震动很大 武汉事件 我们知道1967年7月20号 武汉的陈寨道 那个所谓发生的 打谢富志和王立这个事件 所谓武汉兵变等等 老人家在武汉受惊了 然后老人家这个用飞机啊 坐的那个飞机到了上海 那么给毛主席开飞机的这位同志是谁呢 就是驾驶 256号奔苏联去的这个潘同志 潘飞行员 1967年老人家从武汉飞上海 是毛主席一辈子最后一次坐飞机 就是潘同志开的 潘同志最后是跟林彪一阵在温度尔汗 就没有了 那么67年我说啊 67年的7月20号武汉事件发生的时候 林彪兴奋依查 走到前台了 本来是在后台的 突然一下走到前台了 因为毛老人家在武汉 毛老人家整个转移到上海 他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 过去没有他的机会 开碰头会是由周恩来 毛泽东指定周恩来主持 所以林副统帅从来不能主持会议的 或者毛主席主持会议 或者毛主席委托周恩来主持会议 这一次林彪终于可以主持会议了 720事件 第二天7月22号 林立国出台 林立国以红尖兵的笔名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提出揪军内走私派 7月24号 林彪写信 给中央文革给江青 提出明天的大会 我还是应该参加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林彪从来是不愿意开会的 更不愿意开大会 7月25号 中央文革周恩来预定 开一个百万人的 欢迎谢富质和王丽的群众大会 声讨武汉地区的走资派 就是存在到等人的反党反生 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罪行的一个大会 这次会议 林彪7月24号写信 他一定要参加 7月25号 林彪实现了他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理想 第一次在毛主席不在的时候 站到天安门的中心 他就是要这个感觉 就是要这个 那么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成为主角 所有这一切毛老人家在上海 高度注视 高度注视 8月1号 红旗大使发表文章 提出揪军内走资派 而且在7月下旬 林彪又做出姿态 主动跃见 他平常看不起的 中央文革的那几个成员 什么齐本宇啊 那几个年轻人 他说 寄希望于小将 为什么这样做 我认为 一方面 他已经开始赶到725 他登上天安门 犯忌讳了 犯忌讳了 后悔了 赶快要修补和江青的关系 怕江青在毛泽东面前 告他一个刁壮 再一个 他也 他知道那几个宠儿 是毛主席喜欢的 向毛主席表忠心 就是破例的 主动的约见 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 那么毛主席 我下面讲 毛主席对于林彪 在7月20号到8月1号 这10天的行为 高度警惕 这都是让林彪做接班人的 但是毛老人家警惕 他在上海 他就对 他自言自语 永远健康 他什么永远健康啊 人类永远健康吗 什么什么 就是 没有一个人接他的滑茶 旁边是杨成武这些 侍从啊 在旁边的 但是他已经开始放话了 就是对林彪表示不满了 7月下旬8月初 毛泽东在上海就不满了 更重要的一个行为 他让杨成武回到上海 回到北京 传达他的最新最高指示 绕开林彪 向周恩来传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要杨成武在8月1号建军节 做致辞 撇开国防部长林彪 由67年 我们知道67年8月1号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 这是大家都很看重的 林彪很看重的 建军50周年的招待会的致辞 毛泽东不让林彪做 要杨成武做 那么第三点 要杨成武 不要向林彪告诉他的这些谈话 毛在上海 对林彪登上天安门 已经是有感觉的了 有感觉的了 那么早几个月前 1967年的3月 一件小事情 毛主席还是支持林彪的 1967年3月 周恩来在和毛泽东汇报的时候 顺带提到 他说正好现在我们应该开个会 开一个军级干部会议 关于这个部队之左的问题 要开个会 统一下这看法 这件事情 康生和江青 向林彪告状 说周总理 不应该 这个这个绕过林彪 直接向毛主席汇报 应该通过林彪 向毛泽东汇报 那么毛泽东呢 也同意说 应该先告林彪 再转毛泽东 按照程序 我们尊敬的总理 当天晚上写了一个 沉痛的检讨 原话是 保证绝不再犯 向林彪做检讨 三月份 还要经过林彪 到了七月份 八月份 毛主席指定 不要经过林彪 把林彪又当成一个摆设了 那么我想这个 这里就是 这个事情 使林彪在七月二十号以后 高涨的政治热情 迅速地冷却下来 从又变成了一个 甩手掌柜 七月份本来上到天安门 很兴奋的 现在毛主席几句话 就把权力中心 还是由毛来控制一切 所以我这里要有个结论是 66年到69年 几乎军队的所有重要决策 都要率先报 江青领导的钓鱼台 军队的决策 林彪不能直接报下去的 都要先报江青 也就是等到毛主席和江青 同意以后 才能推行 林的讲话 也得由钓鱼台 事先审查 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 也是毛定的 所有的重大决策 都来自于毛 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 也会考虑林彪的意见 适当地满足林彪的要求 比如说林彪要打倒哪个 那么毛主席经过权衡以后 通义打倒 这就是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 林彪在这段时间 是他能放下自己的身份 平常非常骄傲的 甚至在六七年 他居然把自己写好的稿子 写给毛主席的信 事先让七本宇看 七本宇是江青的宠儿 权势熏天 林彪是完全地位这么高 他可以不理他的 但是林彪为了要调整好 他和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居然信还要先给七本宇胜上 那么第四个问题 我这里就是九大 是林彪由胜而衰的转折点 九大 这个接班人就自动就没有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事 我想这个 以林彪的一些想法 在九大上和毛泽东是有分歧的 林彪是比较主张 在文革结束 国家开始所谓搞现代化 恢复常规 恢复秩序 那么毛呢 是要搞不断革命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了 毛废弃了 陈伯达给林彪写的那个稿子 那个稿子是林彪比较欣赏的 就是文革结束以后 应该搞经济建设 毛不看 用的是张春桥的稿子 张春桥的稿子就是 继续革命 不断革命 那么 所以林彪在九大做政治报告的时候 事先稿子一个字没有看 没有看的 是很不高兴的 那么 九大上面 毛主席在安排林彪 正式成为接班人的九大上面 毛主席又来试探林彪了 老人家这个一辈子 这个神出鬼没有骑兵啊 九大的一次开 九大时间开得很长 开了二十多天 有一次开会啊 有一天开会 选举大会主席团 毛主席说 选举林彪同志做主席团主席 吓坏了林彪 林彪好在反应快 马上 拉了喇叭过来说 选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主席 然后林彪 说流眼泪就流眼泪 留照眼泪歌颂毛主席的分工伟绩 就是在九大的 庄严的主席台上 两个人演出了这一场 试探反试探的一场戏 这是试探和反试探 老人家这个随时在试探林彪 另外 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 借用外电的话 表达自己的不安 他主要借用的是苏联人的话 他说苏联人说 我们现在是军事官僚集团 实际上毛主席已经有不安了 他是在九大的发言 九大讲话中谈这个东西 那么 我想毛主席在九大上 安排林彪的系统的人 做了政治局委员 但是老人家又做了其他的布局 他任命了许世友 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 他也让李先念这批人 继续保留政治局委员 几个老陈 什么刘伯承 虽然双眼失明 但是刘伯承等人 还是政治局委员 叶剑英也是政治局委员 所以林彪并没有真正实现清一色 特别是大军区司令员这一级 林彪最希望能洗牌的这一级 毛泽东是坚决不让林彪有染指的机会 所以大军区司令员这一级 全是毛主席定的 所以林彪是 对广州军区什么这些 他只能有一个建议 毛岸英同志牺牲了 毛岸青同志精神也不太好 70年的7月份 林彪国隆重推出 隆重推出 给毛主席江青造成巨大的心底上的一个反应 因为他们两位没有 江青是一个姑娘 就是李辣 也没有儿子 怎么推出的 7月29号 安排得很好 是专门安排的 林彪视察国防科委的一个什么新的 什么什么新工厂 特地安排 儿子跟他一起 按照次序走的一起去视察 这个军中所有 这个他的录像 在军中所有单位播放 这是一个 第二个 7月下旬 林立国做 讲用报告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 这个讲用报告 长达7个小时 7个小时 讲了一天 7万字 这个报告 毛泽东当然看到 毛泽东看到 林彪昏了头了 林彪居然在家里 欣赏得不得了 说这个报告 不仅语言像我 什么什么思想像我 连讲话的声音都像我 他掏毁了几十年 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们讲人有的时候 会历令致昏的 这个报告到了毛泽东那儿 包括军队空军队 林立国的吹捧 到了毛主席那儿 毛主席产生了负面看法 负面看法 本来毛泽东 对这个林彪 对这个林立国 有一点欣赏的 因为林立国 这个人是一个 好动老金的人 动手能力很强 他是北大学物理系的 他喜欢动手 搞一些军械等等 特别是在1969年 这个人突发奇想 在张家口以北的一个山 撇掉一半 又提出要堆山 他搞了很多新花样 放一个什么雷达 说这个雷达放上去以后 莫斯科如果对中国 放这个巡航导弹 放这个战略导弹的话 提前可以知道 毛主席非常高兴 亲自接见林立国 亲自接见林立国 称他是革命小将 敢想敢做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毛主席鼓励了 林彪 林彪应该谦虚一点 应该谦虚一点 但是他忘掉了 他以为毛泽东 称赞他儿子了 所以他就要隆重推出 隆重推出 主要他受到刺激 主要是毛远兴这个时候 在沈阳军区的地位 被不断提拔 所以现在他要赶紧提拔 这个林立国 毛主席的反应是 林彪同志认为 自己身体不好了 这么快的 这么着急的 把林立 把他的儿子也推做 接班人了 这是毛主席 跟江青 康生等人的小范围谈话 康生直接在肾上面前说 林彪昏了头了 昏头了 怎么能隆重推出自己儿子呢 特别是毛主席 没有一个健康的儿子的时候 更不能推出 这是肯定的 你这个学生 搞历史搞了这么长时间 研究了十年 这个是基本道理 毛主席最喜欢的是 林彪不管事 最喜欢的是这个 或者是指定性的 我叫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 1967年 不1969年 珍宝岛事件以后 珍宝岛事件以后 有一个中苏两国副外长的谈判 在谈判 在北京谈判的前几天 林彪非常紧张 林彪开始管事了 他提了一个口令 叫这个传达给黄永胜 什么呢 全国的所有机场 把飞机要引进去 所有的什么东西 也要开始战备 什么等等 这个呢 被军委的一个同志 一个副总参谋长 加了几个词 叫林副主席 一号通令 一号通令 这件事 犯了大错 为什么 他是报给毛主席的 报毛和报给黄永胜 是同时 他应该先报给圣上 圣上批准以后 再往下报 他是同时 这件事情 果真 毛主席知道以后 极不高兴 下令汪东兴 烧掉 其他没多说 林彪自己也知道 这一天他犯了大错 就在这一天 他批了这个通令以后 当天晚上 他书写了 悠悠万事 为死为大 克己复礼 提醒自己 大家知道我们批林批孔 都学过这一集 就是批判林彪的都讲过 克己复礼 要克制自己 顺从毛主席 他后悔了 因为什么 六七年 六七年有一天 我这个拒不清楚了 六七年的 为调动一个连的 这个军力 林彪都把这个 报到毛泽东那 是圣上批准以后 才调动一个连的军队 调动一个连 都要经过伟大 毛主席 你这个全国进入 这种战备紧张状态 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果真毛泽东不高兴 他自己也知道了 所以林彪并不是一个 是权是能的 经常会犯错误的 所以我讲的 林彪 毛主席最喜欢的是 林彪不管事 一旦林彪要发号施令了 毛主席就不高兴了 而这一次 应该讲 林彪并不是有 其他的什么野心 那么应该讲是 毛主席的猜疑心 在作怪 猜疑心 我下面要讲几个 那个庐山会议上的 毛林斗法 这里不多讲了 我干脆 这个 把这一段 就省掉 我下面要讲几个 庐山会议 这个庐山会议 之后 毛主席是怎么对付林彪的 第一个 抛出陈巴达 为什么抛出陈巴达 我没有时间讲了 第二个 开展批陈整风 第三个 什么甩石头 掺沙子 挖墙角 第四个 向全国人民公开 毛泽东主席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 失落的谈话 我印象还很深 我当时已经是工作了 这是林彪事件之前 人民出版社 发行小册子 毛主席70年会见 失落的谈话 发行小册子 在全国宣传 就在这一个讲话中 毛主席实际上 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 毛主席说 四个伟大 讨贤 四个伟大 讨贤 四个伟大 是谁分给他的 是林彪分他的 林彪是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简称 四个伟大 这个林彪事件之前 这个小册子 全国就传了 最后一个 71年8月份开始 毛主席南巡 打招呼 为批判林彪 或者叫导林 做准备 今天他的这个 南巡讲话 汪东兴写的那个 纪要 全部基本上是真实的 就是 各地的讲话 大致内容相同 那么是为准备 费林彪做准备了 那么还有一个 毛主席和江青 他们真是高度配合的 真的是政治夫妻 兵不厌诈 江青在1971年的夏天 为林彪拍一个照片 名字叫 孜孜不倦 林彪在血毛犬 马匹林彪 这是江青 江青也参与进去 我下面要讲 第六个问题 913事件及其后果 我自己说 毛主席的领导学 一向成功的 领导学 过去毛主席统律友方 他的政治对立面 无不应手倒 马上倒地 这个束手待毙 几乎是包打包开 毛主席是打拼天下无地手 真的是这样 就是在党内 我不讲其他了 基本上是 都是对方 都是马上倒地 这一次 913事件 是唯一的一次受挫 913事件之前 是唯一一次受挫 为什么 我下面讲 林彪的个性 林彪是一个 寡言少语的人 很有心计 但是寡言少语 另外 他的性格是什么 他的性格是一个 典型的 个人 英雄 主义者 我曾经看过 台湾出过的一个 军中的一个 所谓 绝密材料 台湾在60年代 林彪在台上的时候 我前几年 在台湾访问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 这个军中材料 就是谈对林彪的分析 到底国民党 和共产党 打了一辈子仗 跟林彪交手 有很多 对林彪有一些了解 是真实的 就说林彪这个人 是一个极其孤傲的 个人主义者 个人英雄主义者 非常爱名誉 非常的自尊的一个人 那么 我们知道 1967年5月1号 林彪居然在天安门上 跟毛主席 毛主席 最后一次见面 两个人就见面 一两分钟 一句话不讲 林彪当了西哈鲁克的面 呼救而去 这是所有没有过的 毛主席的臣下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子的 林彪居然是 那天本来不想去 是叶群跪在地下 求他 一定要去 5月1号的烟火晚会 他去了 坐到边上 坐了一分钟 给记者赵个相 然后林彪走了 这个耍性子 这个个人英雄主义 这是不得了 当然 毛泽东当了什么事 没发生 面无表情 两个人不打招呼 我下面讲 在毛主席的领导学中间 要人做检讨 是一个主要内容 做检讨 而且光是口头检讨不行 一定要书面检讨 这是毛主席 几十年的领导学的 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个 历史存照 有了小辫子 第二个 根据不同情况 把你的检讨 下发到县团级 什么师级 下到哪个级 苏清你在全国的影响 用你自己的嘴 打自己的手 打自己嘴巴 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 我们敬爱的朱老总 唯心的做了那个悲痛的检讨 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了苏清 朱德同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 那个很高的影响 给他下到县团级 让朱德的检讨下到县团级 就是你要检讨 我下下去 让全国党员干部都知道 朱老总有错误 朱老总歌颂毛主席的伟大 那么 所以写检讨的人 从四十年代 毛主席当家以后 就是 应该讲三五年以后 主要是四十年代 延安整根以后 是无所不报 从刘少奇 到总理 到江青 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个 那写检讨的人 是都要写检讨 都喜欢 毛主席喜欢叫他们写检讨 九一三事件以后 总理的威望比较高 毛主席特地批准 周恩来 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 对他在历史上的 所有路线错误 做一次深刻的 全面的检讨 这是四十 七二年这次检讨 总理的这次检讨 很长 叫人做检讨 是毛主席的领导学的 一个重要方面 那么 只有一个人以外 林彪 坚决不做检讨 只有他敢跟毛主席对他敢 刚才我讲的 从什么 王明了 什么刘少奇了 没有不做检讨 包括江青也有些检讨 所以 因为林彪了解 他做检讨的结果是什么 他最担心的 毛主席把他的检讨 批发全党 这个把他接班人一废 很好废嘛 自己检讨了 林彪同志犯了错误 身体也不太好 那么 给他换一个工作 等等 所以林彪就不做检讨 林彪不做检讨 毛主席就拿四大金刚出气 就黄无叶 什么黄无叶李秋啊 五大金刚啊 他们是一遍一遍地做检讨 毛主席一遍一遍不让他们过关 就不让他们过关 那么特别是毛主席对叶群 把叶 他对叶群的检讨 他的批示批发下去 那么爱吹 不爱批 九大了 当了政治局委员了 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毛主席在九一三之间之前 毛主席对叶群检讨的批示 就下罚全党 下罚全党的 当然没有下罚到底下了 没有下罚到底下 下罚到这个 下罚到这个比较高的那个 毛主席以后很不高兴的 就是说 没有下到军委总参二部 这一个档次 但是 是林彪他们做了一些控制 但是 有所扩散 有所扩散 那么 毛主席当然没有料到 林立国会刺杀 搞反革命政变 或者是要刺秦王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这是毛主席革命一辈子 掌权以后 从来没有碰过的情况 没有 从来没有 但是毛主席紧急性极高 他的紧急性太高了 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五十年代以后 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 他是今天到哪儿去 明天到哪儿去 别人都搞不清楚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 躲过了命大复大 躲过了这次刺杀 那么 应该讲 林立国赐毛主席 林彪是不是清楚 这些都是一个疑点 叶群 很多说法是认为 叶群是知道的 参与其事的 那么 很可能林彪都不一定知道 林彪不一定知道 因为多年来 叶群控制林彪的信息 而四大金刚 基本上都没有参与 所以以后对四大金刚 说他们是参与反革命政变 这是不实的 这是不实的 四大金刚都没有参与 刺杀毛主席的任何行动 没有的 当然他们自己有不同的错误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下面讲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方面情况的这个过程中 林立恒起的作用特别大 林立恒 林立恒 这个人很有意思 毛主席早在1971年的9月1号到2号 就已经有所感觉 是感觉什么 9月1号到2号 毛主席和江西第一号人物 叫陈世青 谈话 陈世青是江西的军中的第一号人物 江西的党委第一书记 割委会主任 陈世青跟毛主席 毛主席当然已经跟他谈了 七谈八谈 卢山的会议没结束 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然后陈世青 本来被认为是林彪的人 这个时候火线一宫 火线一宫 马上迅速地站出来揭发林彪 这个材料是准确的 陈世青说 他说向毛主席揭发 说我的家属 就是陈的太太 和林逗逗有结束 林逗逗几次到南昌来 都提示 提示什么 说不要跟我家多来往 搞得不好 以后要杀头帝 这个话 9月1号到2号 陈世青就向毛泽东说了 所以毛主席能躲过暗杀 他是有信息的 有信息 那么 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的 在九亿三事件的前一个晚上 林逗逗五次向 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张宏 报告 说是叶群和林立果要揭持林彪 希望中央赶快出来拦下来 我下面要讲 林逗逗为什么如此 我认为林逗逗第一个 就是大家都同意的 他对叶群有很深的不满 第二点 知识太少 根本不懂政治 根本不懂历史 他在知识结构方面 比他的弟弟要差得太多 就是林立果是一个聪明的人 林立很自我感觉 我下面讲 他自我感觉太好 他原先是学理工的 清华大学的 这些高干子弟是随时可以调学校的 后来这个清华大学去不下去了 转到北大中文系 这是事实 第三点 公主脾气 自以为是 公主脾气 自以为是 第四点 尽管受林彪的影响 对毛主席有看法 但是对毛主席 还是有很深的迷信 他以为 他非常就是自以为是 以为他的父亲 就会最多的情况 像朱老总那样 被冷遇而起 他们 就是他想 他的爹最多像朱老总 叶群是个坏人 抓起来最好 他不晓得叶群是他妈 跟他是绑在一起的 再坏还是他的妈 他搞不大清楚的 所以我这里讲 公主脾气 自以为是 当然这里 他想中央揭发是很好了 我这里这个 我这里 林彪为什么要逃 从种种迹象看 林彪没有逃的准备 一点准备没有 本来他是 可能是准备 听天由命的 林彪是反正不检讨 任你毛泽东怎么办 随便你了 本来看来是这样子的 再一个 南陶广州 也只是一个复案 并没有任何准备 南陶广州 所谓到广州 什么什么 这都是 更重要的是 四大金刚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什么南陶广州 都不知道 那么 应该讲这件事情的 真正策划者 还是叶群和林彪国 当然林彪是同意的 林彪是同意的 现在 256号飞机 这件事情 确实是一个谜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有两点 第一个 就是北京 对林豆豆的报告 反应很慢 很慢 这是第一点 至于为什么慢 搞不清楚 第二点 北京 只是林豆豆 也上 256号飞机 而林豆豆没有上 这是确切的 请他也上这个飞机 他没去 第三点 这个 这个潘同志 叫潘景莹同志 是一个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 在80年代 小平同志 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 称他是一个好同志 好同志 这个同志 刚才我讲的是 720事件时 是毛主席 专机的驾驶员 毛主席对他印象很好 毛主席当时就说 他长得像毛岸英 像我的儿子 毛主席对潘景飞行员 印象非常好 长相就像毛岸英 所以 具体情况 都是一个谜 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新的资料 最后 我要说最后一个问题 就林彪事件的兴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带有分建宫廷密谋政治的浓厚的色彩 宫廷政治 密谋政治的浓厚色彩 在这之前的党内斗争 虽然也有密谋 但是都要拿到台面上 最后都要拿到台面上 或者面对面的交锋 或者失败的一方公开检讨 形成一个决议 这次不是的 这次是打暗权 暗权的方式 我们说 如果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 还有思想方面的差异 有思想之争 或者叫路线之争的话 我认为毛林之争 就完全是一个权力较量 没有什么思想 你说林彪自己有什么思想 林彪从来不敢说出来 没有说出来 一个政治家 如果不把你的看法说出来 你这个思想叫什么思想 所以我认为 这个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 我想毛主席的晚年 真的是 帝王思维已经全面化了 帝王思维 他老人家有两套语言系统 这是我的研究 一套语言系统 就是什么反修防修 三要三不要 学马列 多学一点哲学 这是毛主席的一套语言系统 另外一套语言系统 就是 如等不得谋反 就是 百政关系 如等不得谋反 实际上老人家 是两套语言系统 他经常 一会儿是叫大家学马列 学几本书 一会儿 读这本 什么什么什么 一篇 一篇这个什么什么国家传 一篇范页传 实际上就是这样 他是两套 我说这个 毛主席给林彪 在文革 今天基本可以看出来 他就是给他一个接班人的名义 而不给一点发号 使令权 林副统帅 所谓林副统帅 名气那么大 名声那么高 实际上林彪在文革的 66到69的 他的权力的含金量 跟文革前的刘少奇 不能相比 刘少奇是真的有权 真的有权 林副统帅 所谓林彪 没有权 没有权的 他只能是在毛主席 给他创造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出来出手 捞一点好处 打几个人 他只能是这样 而且做过以后 马上又说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一种君臣关系 而这种关系 实际上作为君和作为臣 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认为毛主席和林的关系 是君和臣的关系 两个人都知道 林彪自己知道 自己是臣子 知道 我觉得老人家在这一段时间 特别是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 把他却素为接班人 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 这点 他不仅自己这样 他给他夫人江青 也设置了一个挡箭牌 江青这个挡箭牌 就是陈宝达 陈宝达完全是个傀儡 陈宝达 陈宝达就拿他出来 是为了照顾江青的 江青因为刚刚出道的时候 大家这个不行 震动太大 一定要陈老夫子 陈老夫子是共产党老理论家 其实陈老夫子 在他们里面 是被他们随时可以羞辱的人 随时可以羞辱的人 陈老夫子就是因为 经常被江青和文革的那些小同志羞辱 最后到林彪那尋求温暖的 不就是吗 很可怜 那个政治局常委 最后到林彪家 开车子都不敢直接开 左看右看怕这个怕那个 政治局第四号人物 名誉上的第四号人物 实际上一点权金含金量都没有的 是这样的 所以林彪是毛主席的党剑派 陈宝达是江青的党剑派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 林彪稍微想管事了 又欲废之 我觉得老人家在这一点上 好像真的是有点把国家大使似同而戏 这是我的看法也可能不对 我下面要讲 林彪这个人功于心底 我认为他确实有政治野心 今天都为他说话的那些人 说他没有政治野心 非常淡薄 不是的 他有政治野心 在66年之前 我要给他分阶段 66年之前 他是在复杂的政治形式下 在永攀政治高峰 攀登政治高峰 66年到69年 是权力配合毛 扩大自己的影响 他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党的九大以后 是权力保自己的接班人地位 因为他发现 毛主席有权力再转移的迹象了 权力再转移 那么 这个 这个老兄 这个人啊 在文革中 从不放过任何机会 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然 前景 政治前景的 莫测 造成他的心情的灰暗 林彪的心情是灰暗的 大量的资料看出来 他是灰暗的 他在文革期间 对外界了解情况很少 他基本上 在文革这个阶段 不读书的 是不读书的 全部的 也不看材料 就是听 秘书一天 讲两次 讲文件 一次二十分钟 而讲文件 有的时候 情绪不好 情绪不好的时候 连听都不听 曾宝岛事件 我们在党的九大上看到 毛主席 接见那个孙玉国 林彪也接见孙玉国 讲起来像个针对一样的 林彪对曾宝岛事件 毫不感兴趣 在家里 一点兴趣都不感 对中外大事 一点不感兴趣 心情极度灰暗 极度灰暗 我想这个灰暗 对外界的兴趣 毫无兴趣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祸 还有保身避祸 已经是有心理接换 我认为他是有病 真的是有病 作为雏君 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的 雏君啊 太子啊 这种状况 是罕见的 是罕见的 反映了我们当时的 接班体制的荒谬性 荒谬性 所以我今天讲 不仅要看这个传奇人物 这个起伏 也要看这个体制 而且权力 应该讲是高度腐败的 高度腐败的 包括 夫人参政 明目张胆 特别是 林彪默认 他的太太叶群 四处为他的儿女 什么找女婿了 找什么东西了 找媳妇了 这个是对权力的腐化 是到了何等的地步 是腐化 而且林彪 对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都有失差之过 对他们的散权行为 没有制止 终于导致 灭门产祸 我认为他一辈子是 五十年代天天掏毁 保全性命 保全性命如果是个目标的话 全家都毕业的了 灭门产祸 这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灭门产祸 为什么会灭门 跟他自己有关系 自己有关系 对太太和儿子放任 刚才我前面没有时间多讲 他对他的儿子 从1970年7月开始 高调隆重推出 这个推出是太不懂道理了 还是读了这么多历史的书 他应该对外界宣传 他的儿子身体不好 头脑经常不清楚 他应该是这样 我下面最后几句话 林彪事件 把我们毛主席的多年来的 我们革命的 崇高的理想主义的 那个层面 破坏殆尽 破坏了 粉碎性破坏 毛主席的革命 是有很崇高的那一面的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的 崇高的理想主义层面 这个层面 林彪事件完全破坏了 我在说 毛主席多年来 在处理党内关系上 经常搞平衡 平衡各方面的东西 或者我们叫博弈 他已经到了 出神入化的境界 出神入化 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的博弈 或者叫游戏 或者叫玩笑 真的是开得太大 把老本都配上去了 林彪事件 前面不管是搞刘少奇 搞王明 搞谁 搞高刚 那很轻松 搞过高刚以后 毛主席 游山玩水 迎师做 迎师 那非常轻松的 就是革命豪情 什么什么 激情于山水 但是这次不对了 这次连老本都配上去了 代价太大 代价太大 把老人家 林彪当然是完蛋了 粉碎性的完蛋 灭门惨祸 但是老人家 几十年 一贯正确的 这个神话 就此打破 就此打破 所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大哭 今天我们知道 季登奎非常奇怪 他说总理啊 林彪这个定时炸弹 这个坏人搞掉了 你为什么要哭啊 应该高兴啊 总理说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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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啊 我认为总理 我个人认为 总理为什么哭 两点 第一个 为毛哭 为他自己投身 革命 这全部的身 全部的心 放进去的 中国的 二十世纪的 共产革命 他的意识形态 他的革命 崇高的那一面 林彪事件 粉碎了 这个粉碎了 哭 第二个 为自己哭 本来前面 还有林彪作为一个 防分灵带了 还有防分灵带 所以我们讲 林彪事件 对文革的合法性 是一个颠覆性的打击 是个粉碎性的 崩盘 崩盘了 武器 工程纪要 林彪事件以后 武器工程纪要 公开了 应该讲是 刺激中国人民 思想 觉醒的 在那个年代的 一个特殊的材料 它本来是作为 反革命罪证的 大家看了以后觉得 都 好像说出了心理话 老丁 你还觉得吧 我记得当时 看了以后 一个个看了 眼睛发亮 虽然 虽然是这个 大家都嘴上说 哎呀 林兔子太坏 林兔子什么什么的 但是全是看到的 这个武器工程纪要 好像说的蛮对的 所以武器工程纪要 是刺激了 在那个年代 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 刺激了人民的觉醒 刺激了人民的觉醒 我想毛主席的身体 因为林彪事件 被彻底打垮 老人家在71年之前 身体是满面红光 叫神采奕奕 满面红光 大家记得 我们记得看个电影 毛主席脸色真的非常好 每一年都要上天安门 但是从此以后 再也不上天安门了 那个 所以 我想 林彪是完蛋了 但是毛主席也不是胜利者 不是胜利者 几年以后 没有几年 毛主席去世 老人家去世 中国的历史的一页 就翻过去了 好的 今天我讲的太超长时间了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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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下面还是开放一点时间 我的话 因为我看得多时间 稍微给你 谢谢您高教授 我觉得您讲得很精彩 上次我有来听 我想问的问题是 从您刚才的这个讲话当中 我可以感受到就是 毛主席把林彪立出来 只是一个挡箭牌 把他作为这个接班人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 当他把他写进党章 作为他的接班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真心真意的 想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那么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 他究竟是怎样想 他是想把他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缓冲的时候 来去寻找自己真正的接班人呢 还是他此时此刻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他在把林彪列为 这个虚假接班人的时候 他自己是怎样看待 接班人这个问题的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讲 1969年党的九大上 应该讲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 已经全部公开化明确化 至于刚才我讲的是一种分析 根据很多材料的一种分析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 毛主席对他的接班人 实际上是不满意的 至于毛泽东 他对这个接班的 整个的想法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还没有更多的资料 来看这个问题 可以看到的两个迹象 第一个毛主席认为 中国不能离开他 他对这个掌握革命的方向盘 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是尽量的是要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 不存在一个立即接班的 紧迫性的问题 所以毛主席69年的时候 身体非常健康 他大家都喊他万岁 他真的以为能和我很多很多年的 所以接班问题不一定是很紧迫 这是一个迹象 就是关于接班的问题 第二个 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69年以后 他对张春桥的欣赏 是不断的增加 张春桥的欣赏不断增加 但是毛主席会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我前面讲过 他过去接班的时候 他是一个接班梯队 接班梯队了 70年代以后 林彪事件以后 我们看出来他这个接班 好像王洪文 包括重新启用小平同志 等等等等 也还是不是说 把所有东西放给一个篮子里面的 所以可能是 第一个 希望自己尽量多货一点 中国人民不能离开他 世界革命不能离开他 第二个 接班人可能是一个梯队 第三个 走一步是一步 高教授您好 很高兴听到您这个精彩的报告 我感到受益匪浅了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今天的主题是林彪事件 我想要根据就是 49年建国之后 一直到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想这中间是不是 所有的世界世界上 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世界 都只能算是毛泽东事件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叫毛泽东事件 这个暂且不论 但是呢 应该讲 49年到76年 毛主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最重要的主宰 主宰 他的思想 他的看法 他的领导 是主宰着我们的一切 所以 这是我的看法 听您讲啊 觉得 这是非常可怕 是吧 但是同时啊 又觉得非常可怜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领袖 要这么多疑 作为一个写明的接班人 要这么怕 这个好像 他们都是生活的 战战兢兢的 今天 过去了 您在那这么讲 我们在这这么笑 好像何必啊 何必啊 我想问的问题是 您因为很快带过了 第六个第七个问题 大概因为时间不够 就有一点 就是说所谓国家主席的事情 这个 是真正的导火线呢 还是 就是怎么会 好像是林彪要这么提出 然后呢 就自己 自己惹祸 这个是 您能够讲几句吗 好的 国家主席这个事情啊 大家 我们今天一般都通常知道 林彪坚持要是国家主席 毛主席反对是国家主席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背景 因为这个 谁都不知道 因为毛主席喜欢钓鱼的 喜欢钓鱼 谁都不知道 毛泽东一开始讲 他反对是国家主席 是不是真实的想法 老人家在这个国家主席的 这个问题上 59年58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曾经放过一次封 他那一次就曾经是 借此事件 看大家的反应 看大家反应 这个58年59年 我就 我先讲58年59年的一次 那一次很有意思 那一次具有个别人 当然也不是个别人 有一个民主党派叫陈敏书 陈敏书先生 他看出来 他说 我发现这是毛泽东先生在钓鱼 又在钓鱼了 但是呢 我们的很多已改造好的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 为了向毛主席献上一颗忠心 全部流着眼泪 痛哭流涕 说中国不能离开毛主席啊 毛主席千万不能辞去啊 这个材料全部送到圣上 这次是 那是一个 当然最后圣上在1959年3月 他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了 本来他是一个检阅 观察全国各阶层人民 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对老人家的忠心的一次机会 有过这个58年59年这一次 所以这一次呢 搞不大清楚了 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包括 今天我们知道 一开始包括总理他们 总理康生都同意 是国家主席的 都同意的 就是说甚至为毛主席 考虑好 可以有一个什么代主席了 来接什么接国书啊 什么等等啊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林彪为什么要坚持 他真的要做国家主席吗 我下面要讲 我觉得第一个 他是以自己的所谓 这个不断要是国家主席 是来回答毛泽东的试探 他肯 可能毛主席这次是真的了 但是他还以为老人家 兵不厌诈 又搞一次试探 他用这个来回答毛的试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林彪的身体 绝不允许他担任这个东西 林彪的身体是太差了 太差 因为林彪毫无营养 每天就吃个糊糊 又不吃水果 又不吃肉 他这个营养太差 整个身体不行 他怎么能做国家主席 怎么能出国访问 怎么能接受这个外国记者的 什么外国的国 大使的递交国书 那简直是受折磨 但是 但是 我觉得 林彪要的 还是想要一个名分 中国人啊 始终有一个东西啊 名不正 这言不顺啊 感谢观看